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轨表现如何呢 指数不意外 再创新高 九州来到了10986点收最高哦 总场收涨29点 成交量1310亿元 怎么看该如何来做操作 赶快邀请到我们的华冠 投顾分析师陈吴杰 武才生 武杰老师你好 平安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华冠投顾分析师陈吴杰 老师标题给大家是 外资认错 再创28年的新高 如何说外资认错呢 三大法人动向如何 资影商买超20亿 投信买超4亿 外资认错 买超继续36亿元 对 怎么看今天 外国的那样真的没有比较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觉得你几个外资有仇 是不是 每天都要叮他一下 其实我不是要叮他了 我只是要希望我们所有全国的投资朋友 好不好 这个关键不要改 现在是民国107年 107对 2018年 所以有些旧时代的思维 真的改变一下啦 这个内置的万点行情 从今天真的一览无遗了 你看低点10322点 就是外资给卖出来的 砍在地板上耶 是啊 所以当时你对着这个外资 这个砍低的人 真的跟今天就每天转不过来 我最近真的看到很多人 有一种 上礼拜我说下好离手 你真的从这一两天 你没有那种感觉 好像多的就是一路看多了 然后空的就是一路看空了 好像不愿意改变了 没错真的 所以就那种下好离手的感觉 真的不要啦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趋势 趋势就是顺势操作嘛 啊目前的事 其实老话一句啦 远远行情 真的是玉小不易 那今天又涨了29点 说多不多 但是说少也不少 一万一千点 我想也近在眼前 没错 差14点 刚才有我们的粉丝朋友啦 问五杰说 明天会不会拉高结算 杀了一个片甲不留 怎么看明天台子结结算啦 其实我昨天已经说过了啦 我上礼拜其实我说 这个拉高结算 我觉得当然不是问题 但我跟着大家预期的话 我认为应该 更切切 应该说更确切的这种讲法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高档结算 我反倒不会用拉高结算的 这样的字眼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以目前台北股市 尽管从整个筹码面来看 但刚刚说过嘛 外资这个多单满手 那看起来就是都是散户的空单 这个压满了 很明显就是散户可能要被修理到最后一波 可是如果从从码面角度来是这样子 可是我说 我们来探讨黑手的心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我认为黑手不会希望散户伤的太重 他希望外资你有赚就好了 你就好好的归队 你不要再来扯我后腿 但是他需不希望这些内资赏物跟这个黑手 一起来共襄胜取 希望啦 他不希望你走掉 因为这样子 过完年前 过年前你可以赚 然后过完年后 我可以说可能更加的精彩 这个其实就是2018年 整个台北股市 我觉得所塑造出来的 这个最佳赚钱的一个机会 那你说这样的想法 有没有有机可循 我告诉我们有机可循 各位今天涨29点 可是你知道吗 三大法人今天是同步买超 有 你看自营商买了20亿 投信买了4亿 说真的多不少 如果一次自营商这个买20亿 其实算也是算这个蛮大手笔的买进 那投信买4亿 说真的也蛮算大手笔的 那外资小买36亿 尽管不算大手笔 但是我公毕竟他认错了 一阵做行情他这个悬崖热马 他愿意回过来多头的怀抱 这个就是一件好事的了 可是居然在三大法人 和即买超了这样这个60亿的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只有涨了29点 谁在卖啊 我觉得黑手有刻意的在做一个压抑的 所以原则上明天你说会不会拉高结算 当然我说从从外面来看的话 确实这个已经是大户手上嘴中的肉了 你已经被咬住了 不容易放掉你了 可是我觉得黑手应该某种程度 从今天已经有在做一些压抑的动作了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空单了 我会建议明天如果真的有震荡有低的话 你就赶快来做一个减码 基本上元月的下半月的行情 我觉得只会更好 不会更差 好不好 所以你说到底会不会拉高结算 我觉得忠心看待就好了 说真的我没什么太大的预期 基本上多头我觉得没有改变 那只是说会不会强拉的方式 我认为倒是不会 反而是高档震荡 可能来挑战一万一千点 小涨做收就OK了 小黑也没关系 但是重点在于说 整个市场上的轮动 他要持续的健康轮动下去 目前的健不健康 健康啊 你看融资一路减少 然后融捐一路增加 投资好朋友们 如果说你有把五节在上礼拜 送给大家这份大机碗体的资料 你把它拿出来看 这个是不是如同我在上礼拜资料里面 预告的一样 我说这个二号路线 他如果要走的话 他就是会来击杀之后 开始往上来做公告 我里面也写了 我说回车十字线 那回车十字线 我说那接下来的一个结构的变化 会是一个肢检卷针 有没有 你把它拿出来看 我是不是说在写在里面 筹码转换顺利 肢检卷针 肢检卷针嘛 你看过去这两个交易日 你看从回车十字线开始 应该说从回车十字线那天 上礼拜四到礼拜五到昨天礼拜一 连续三天哦 这个都是如初一策哦 肢检卷针 这就是筹码转换 这个相当的顺利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真的 因为行情真的好好去把握 不要再有什么空方的思维 不要去乱放空啊 尽管有些股票 我说过你看不顺应他也没关系 那没有本质也没关系 但是不要忘了圆月行情 很多股票其实就算再差 我觉得人家说什么 买买买买也有一步贪 所以原则上我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说不要乱放空就好了 那至于说买什么股票 当然也不是乱买啦 像今天我在我们Lite家族里面 我就遇到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 小财神在学校咯 在温武捷一档股票 这个9938的百合 百合 到底是俺做了什么叮咚跌停板 他问我说 为什么百合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跌停板 那我说其实也没发生什么事情 原因就是外资调降他的平等 那把他的这个平等调高目标价 调低目标价到120块 可是你说调低120块 为什么今天开盘就这么重挫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百合重挫 倒不是单纯的外资的调降 这个外资我觉得 应该说百合今天这档股票 真正重挫原因 其实我觉得就是本利比过高 就是咱们说 我常说的 股价其实不便宜 你说百合 这个去年获利创新高 可是各位 你手边有电脑 你把它打开来看 百合去年赚多少 其实说真的 也没有很多 这个百合去年 你说这样把它算下来的话 去年大概赚6块钱上下 他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又不是什么IC设计 也不是什么新耀股 也不是说什么 这个多么遥不可及的 这种所谓的高科技 或者是有什么高升技术的 他们这种做传统产业的 做这种魔鬼沾的 他以他这个去年赚了6块钱 那股价高达这个120几块 130块的股价 本利比20倍 传统产业本利比20倍 不便宜 是啊 这就是我常常说的 买股票 你虽然整个 你可以用技术面的方式 你可能用这个重码面方式 在看这些上市贵公司 我觉得都无仿 可是问题在于说 最终一家公司的合理股价 你还是要去评量 是他的合理价值在哪边 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一家公司 他涨翻天了 从100块涨到200块 涨到300块 像最近大概含这个四季钢 对吧 那我说你要不要去追这种股票 你自己做决定 因为这种圆月做梦的行情 你未来会有看到更多的股票 会是像这样的一种涨势 可是问题是 你一定要去追吗 如果说你去追高了 你真的吞就一支 我说你受不了了 因为那个一吞下去 就是一支两支三支 没错 那你说短线上震荡 那就算了 因为可能筹码面涨多了拉回 可是问题是拉回之后 还有没有高点 还有没有机会 如果说公司拿不出这种实质的获利的 那他进去这种本益比上面修正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常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说买股票 买有本质的 买有基本面的 它是个初衷 那这个是适合 我觉得多数的投资朋友 你在台北股市面 应该要有的一个操作方式 好不好 所以百合的部分 如果你有的话 我真的良心的建议你 这个这一波有拉上来的话 你可能尽可能就是逢高 后来做个减码的动作了 那把资金挪到2018年2019年 真的哪些公司 他会拿出实质的获利 实质基本面的这些公司 我觉得才是你在云业行情里面 你除了说把握赚钱的机会以外 你还是要去衡量到你的投资的风险 到底高不高 像待会我想我刚刚持续跟大家来追踪 就是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3D感测元件的相关概念股 4991的环宇 那昨天我们跟他超级比一比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听清楚的 待会下半段回来 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追踪 那另外还有很多投资朋友 今天也在问我的 我们那3546的宇俊 今天到底这个拉回来 到底要不要紧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追踪一下 筹码上面的一个变化好吗 将来听众我们要想要持续的 买好股持续来赚红包 赶快跟对人爱对人 如何跟上呢 一样是拨打广告当中的 服务电话咯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精彩节目开始咯 欢迎你再次回到量子操盘师的节目 相信第二个阶段很多人在等 老师到底在赖里面说的 这个110块的全新 跟80块的环宇到底超级比比差在哪里 以及呢3546的宇俊今天股价拉回 跟无要紧呢 老师 好 再来里面告诉大家了 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再来强调一次 对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好朋友们 你还没加入我们Lite的家族会员的 那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那搜寻我们这个Lite直接加入 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持股方面的问题 那甚至我也在盘中 对于有些个股 我都会在盘中的部分 跟大家直接来做一个追踪 及时的讯息 好那今天我想 我在盘中的部分 我特别再跟大家来比一下 这个4991的环宇 环宇可以环宇 那环宇其实我昨天有提过 说环宇这张公司的 其实是我们在12月份的代表作之一 当时我们连三拉三嘛 那天请大家现买现赚掌平板 那这个隔天95块钱以上 请大家逢高获利了结之后啦 将近跨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时间已经没跟他谈这张标的了 那当时请大家逢高获利了结的时候 我就有跟大家提过了 我说环宇其实不是不好哦 各位环宇其实是相当好的一家公司 只是美中不足的就是什么 筹码太乱 打给人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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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环宇是一家不错的公司 可是五姐倒是认为 很多人知道环宇 都只知道一半而已 为什么公司知道一半 大家都只知道 一座3D感测 那3D感测 因为去年的3105的文帽 还有这个2455的全新 这个都股价都大涨 飞涨了 这个涨幅相当的惊人 所以大家去找寻市场上 这个相低感测 相关的受惠概念股 相关元件的这些股票 那找到后来大家发现 4991其实 金也是相关的受惠股 可是各位就会发现 环宇在去年的表现 其实不算在整个族群里面 算是强势的 表现有点是末段般 但是这个末段般 我认为是情有可原 怎么讲情有可原 其实因为环宇 它其实会是一个 比较偏向技术型的公司 它本身其实产能并不多 它产能其实并不多 因为公司规模 其实跟文帽来比 跟全新来比的话 它营营规模还是比较小的 可是这样的产能的问题 营营规模的问题 在今年2018年 因为跟中国大陆厂商的合作 那会慢慢的克服掉产能的问题 因为毕竟来讲 就我觉得在产业线 我们所第一手拿到的讯息 居然传出来就是说 环宇在3D感测的技术 居然比文帽 比全新还要再更好 那美中不足 就是说它在2017年 它在整体的产能的部分 它比不过人家 所以就算它有技术 没法到 这个产能公布出来 不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预计在2018年 就会得到改善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 环宇这一波再拉回来之后 反倒是给大家 另外一个阶段的机会 这个是其一 那再来的话 活工超级比一比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 环宇跟全新的比 它不管从毛利率的角度 从获利率的角度来看 都比全新还要更好 可是全新股价110块 环宇这个股价才80几块 我说这个是相当有具的想象空间 30块的价值 这个比价空间相当的吸引人 有我们的粉丝朋友 问吴杰 吴杰老师如果股价用比的话 这个就太好做了吧 各位 有时候股价就是要用比的 你不要说什么 我就从前两年 吴杰在前两年 跟大家比过两档股票 两个族群两档股票 一档股票 各自三二三四的 老听众老朋友 可以帮我姐见证一下 叫做光环 光通讯 跟另外一档 就是另外一档 我们是跟华欣科比 这个是我们在前年 这个大前年了吧 当时我有参与到 对我记得那时候的华欣科 因为市场上聚佳 所以一口气啊 这个涨到了70块80块 那时候其实我说啊 这个白白十六回哪里才要坐 因为当时的三二三四的光环 大家还不知道 股价才二字头而已 后来呢 哇不得了的光环一口气 从二字头啊 喷喷喷喷 喷到了这个三位数以上 我相信这个很多人 当时都跟吴杰参与到了啦 嘿 啊其实不是只有他 还有谁 还有去年的 前年的这个 三二六零的超重 还有三三二四的双红 是 这个也是我在前年 跟大家来超级比较的股票啦 我说很多这些股票 短线上的涨势 他可能因为市场上 可能就是 有人要踩 有人要走 他可能长得比较凶 对 但是你要去知道 就是说市场上 他存在的一些 某种程度的一个落差 只要他未来实质基本面 他带动了出来的话 各位 这就是你赚钱的机会了嘛 那今年 我觉得看来看去 帮大家来超级比一比的 嘿 就是这一档 二四五五的 全新 目前股价 110块 那我觉得 4991的这一档 环宇的话 目前股价呢 比他更低 那他的毛利率的也好 他的获利也好 其实比我们当时在比 华兴科跟比光环的话 我觉得更加吸引人 那时候我们比华兴科 光环我们说两个是差不多的 但是股价有差而已 有差 可是这个全新 跟环宇的话 是环宇的财报 环宇的基本面 比全新更好 结果呢 股价还比他更低 更低 所以外公正不管怎么角度来比的话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可能会是在下半周 投资朋友 你要去特别锁定的 特别 环宇这家公司 在下半周 还有一个技术面 短线上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月线即将翻扬了 你不给他多一点关爱的眼神 是啊 我真的觉得 那这种股票你不看 你要看什么股票 你要看什么呢 好不好 懂我意思吗 我说不管从技术面 角度来看的话 下半周当然就是一个 绝佳转强的一个机会了 再来从本质的角度来看 他确实是2018年 我们在谈到新经济 新趋势 新的未来的时候 这样的3D感测技术 他确实成为市场上 大家所认可的 大家所尊 这个效法的一个方向 而以目前在整个技术的层次里面 怀疑这家公司 在未来的一个成长空间 确实是值得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期待的 好不好 4991的怀疑 今天特别跟大家 超级比一比一下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好 那除了这档股票以外 再来 我们LINE的投资朋友 学问路很高 也很高的 3546的宇俊 我说过 上礼拜 其实我说过 宇俊其实他发现了一件 不错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 其实对股价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认为是一个相当正面的 那这个消息就是 筹码面开始由法人来做进驻了 而这样的一个买盘方式 我觉得预期 搞不好会有不缩手 会连续的买盘 那确实 从这个昨天 宇俊这家公司 不管是外资也好 不管是这个 投信也好 他们居然联手 又买超了 又买超 各买超将近150张的一个张数 那这样的方式 其实你回头来看 你会发现 宇俊这家公司 从过去这几个交易 这个已经有连三买的一个表现了 而且外资的买盘 也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积极 那其实以前我们说过 我说宇俊这家公司 其实在去年的12月份的 这个营收也好 获利也好 都创下近八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他本来 其实从本质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就是一档 相当委屈的一家公司了 可是居然在 法人开始买盘回容 那以外 以这个投信的 买股票的方式来看的话 我不排除 搞不好今年第一季 这个寒假也僵致了 他可能会变成一家 在远越行情 法人作帐的一家公司 好不好 所以我说这样的买盘 对股价来讲 他绝对是一个 正面的好消息 这个请投资朋友 持续来做一个掌握 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 那最后当然了 这个很多的标的 这个伍杰就没有办法 一档一档股票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不过有一档股票 武杰这个借近这个邀请 我们所有听众好朋友们 一起来共襄胜举 就是我们VIP的私房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其实最近整理到 已经快要到末端了 今天小涨做收了 那整个金逊已经纠结 快差不多了 那武杰不排除 在下半周的部分 随时有可能就是 一根长红棒带量 就冲出去了 那我们如果说 听众好朋友们 有想要跟上 我们操盘式的脚步的 都可以把握 目前赚钱的好机会 好吗 家里听众好朋友 在第二个阶段的节目当中 追踪的各股 百科老师告诉大家 逢高解码做操作 包括了我们的超级比比 请大家都给他 关爱的眼神 4991的环宇KY 以及3546的宇俊 目前从旁边 也开始有法人进驻 持续来做关注 另外一档VIP私房菜 新年快乐 整理到末端了 现在进场都还来得及 想在第一时间 卡位布局的 调整后朋友 赶快跟上 五财神的脚步咯 样式不打 广告当中的 服务电话 节目最后 再次感谢 伍杰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评话 也预示大家 明天行情 都可以操作顺利 我是陈伍杰 我们明天同学 再见咯 拜拜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0266303221 0266303221 亲爱的听众好朋友 想知道伍杰老师 今天带领会员好朋友 全数获利 圣诞大餐中的 一档个股 他究竟是谁 想知道 听众好朋友 不用猜 您只要把电话 拨通 0266303221 来电 这档个股 直接告诉你咯 0266303221 我们的新朋友 还没有加入 五财神的 LINE粉丝群组 务必在LINE里面 搜寻ID位置 小老鼠 GODW 小老鼠 GODW 五财神 陈武杰 您就会在盘中 获得五财神 给您相当宝贵的讯息了 再次提醒您 想知道 今天武杰老师 带领会员好朋友 全数获利 圣诞大餐中的 一档个股 想知道他是谁吗 不用猜 来电直接 告诉你咯 02 66303221 华冠头顾 登记104 金馆 正字第009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